孔老师您好 非常高兴您能参加我们这个访谈 据我们所知 您参加了1989年六四的学生运动 您当时在学生运动当中的地位是什么 那您怎么得到这个地位呢 这个应该是分几个阶段 89年这个学潮呢 很清楚 它开始于当年的4月15号 就是胡耀邦去世 我们宿舍的同学呢 就写了一个标语 就是这个悼念胡耀邦同志 就是很正面的 就是很合乎正面价值的 可是呢 就像今天这个网络上的贴子一样 有人贴了第一个 下面跟贴就不断了 我们那个就算是原贴 不到一个小时 那个北大三角地就贴满了各种各样的标语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我们贴了这个标语 它后来就没想到 就引起这样的连锁反应 那么在4月15号开始之后的 大约10天左右的时间内呢 我并不是这个一线的领导者 我并不是一线的领导者 我只是跟其他同学一样 参与游行啊 有时候帮助大家出谋划策啊 比如说这个给大家这个策划一些口号标语啊 提出一些建议啊 指导啊 比如说游行的时候 游行的时候遇到警察怎么办 遇到解放军怎么办 因为我是研究生嘛 我读过很多历史 我能够比较理性地把握这些问题 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呢 可能有更多的同学觉得 我这人比较靠谱 所以再加上那个学生组织初期也比较混乱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说 就是比较争权夺利 动不动就三天两头就换人了 这样呢 在4月25号的时候 我就被选为这个筹委会的负责人 我是这样被推到这样一个领导者的位置上去的 但是在这个位置上呢 发生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么我这个位置呢 大概到5月初的时候 5月2号到5月4号的这个时候呢 我又从这个一线呢 退下来 又回到我第一阶段的那个状况 我仍然是积极参与这些行动 帮助同学们出谋划策 但是我的意见呢 和整个的这个学生运动的发展走向 它可能是越来越相反 越来相反 因为我的总体意见是呢 中国的民主事业 要按照中国的国情 由中国人自己来建设 特别呢 我是反感这个外部势力插手 一旦外部势力插手呢 它会有它带来复杂的这个后果 这个后果是我们不可预料的 因为当时呢 我也并没有说 什么美国亡我执行不死的 但我从小受的教育 我认为不会有一个国家 怀着百分之百的善良来帮助中国 来无私的帮助中国建设民主 但是我的这个意见呢 不能够被当时大多数的同学 特别是其他的学生领袖 所赞同 所理解 所以后来这个第三季段呢 我是眼看着这个事情 不可逆转的向着悲剧的结局奔驰而去 那您作为当时筹委会的负责人 跟其他学生领袖也都有过接触 那您能谈谈 就是当年学生运动当中 其他人 您对他们有什么印象 还记得他们吗 当然很记得了 因为我这个当年也都写了日记了 我是一个这个对生活比较认真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媒体上耳熟能详的那些学生领袖呢 赫赫有名的 他们由于被媒体啊 多年的渲染 都成了这个大名人了 其实当时呢 还有许许多多有名的学生领袖 但是他们都被淹没了 就是学生领袖是很多的 但是今天呢 由于我们这个世界舆论是控制在美国手里的 所以大家想起这个89年 就想起王达啊 柴玲啊 沃尔开西啊 就会想起这些人来 那么当年 当然他们当年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我首先要说的是 当年很多同学都出来组织参与这个学生运动了 还有的呢 不一定是从89年才出来 因为之前学校里就经常有这种游行啊 示威啊 民主啊 在此之前呢 我是比较熟悉的就是王丹 那么王丹他有这么几个发展过程 我认为在89年的那个 六四之前呢 我认为我印象中的王丹 基本上是比较理性的 就是他的立场我们不管 就是他表现的是比较理性 那么六四之后 一直到后来他去美国 九十年代 我看到了他写的一些文章 仍然在这些民运的这些人事中呢 我认为他是相对稳健的 他并不是完全的跟那个美国政府的口径一样 但是他会变化 他慢慢的会变化到这一步 比如今天他到台湾去支持台湾的这些运动 那么他背后的这个背景 我就不太了解了 也许跟他的生存呢 跟他的周围环境 人际关系也许有关系 那么其他的学生领袖呢 有的比他更稳健 比他更稳健的人呢 可能就不受美国势力的欣赏 欣赏 比如说我认为我和其他一些 另外的一些同学呢 我们主要是研究生了 我们可能读的书多一点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判断更理性一点 那我们可能就不像王丹等人那样 受到某些势力的支持 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比王丹更激进的 比如说像柴玲啊 乌尔开西啊 他们可能就是更激进的一些主张的代表者 那么这个柴玲呢 他是非常富有激情的一个人 特别会这个煽动 而且会打那个悲情牌 其实他们没有什么个人独立的思考和见解 他们只是一味的要让这个运动 向着不可逆转的一个悲情道路上去发展 因为当时这个学生并没有什么新的话语 学生所说的话语呢 很类似文革的话语 比如这个柴玲很善于在演讲中含着热泪说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我们不管谁管 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完全的是文革的语言 一个字都不差的 但是呢 这个是这个 这种煽动 他是很管用的 很管用的 因为学生是很单纯的 学生是一掐爱国激情 觉得谁更爱国 他们就 他们就听谁的 这个 北师大的乌尔开西呢 我跟他也有过这个 几次接触 乌尔开西 他原来是民院的学生 现在叫中央民族大学 他是少数民族嘛 后来呢 他到这个北师大去 据同学们讲呢 他不是一个好学生 不是一个好学生 就是这个学习啊 平时这种表现啊 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他是一个很有斗争勇气的人 他能够勇于站出来 组织这个学生游行等活动 另外呢 他这个长得也比较帅 确实是那个 那个少数民族的帅哥 所以他在同学中 也有一定的威望 这个乌尔开西呢 他也是有一个发展 变化过程 开始的时候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 单纯的学生 我就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愿意出来斗争的 但是呢 好像有一天呢 他们的那个 北师大呢 这个在选举中 把他给选下来了 他出了问题了 然后那一天呢 他就那天晚上 他就跑到我这里来 跟我这个哭 就是他眼泪已经流下来了 他就说怎么办呢 就是说我已经被人家选下来了 我们没有办法了 然后那天我就安慰他 我说不要紧 我说那个 你要相信你的群众中 还是有威望 有威望的 我说你想想你原来的威望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是不是啊 并不在乎这一次选举吗 我说你不是还有你的人脉吗 我说你动员你的人 一个宿舍楼 一个宿舍楼去动员 重新集结起你的力量 你只要是在这里面 努了力了 付出你的贡献 通讯还会认可你的嘛 就是那个时候 他还是比较单纯的 那么这个像财林 沃尔开西 他们都是到了美国之后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难言之意 就是我们也理解人家 人哪 这个难以逃脱自己的生存环境 那么这个生存环境 决定了他在政治立场上 有更激进的表现 特别是九十年代之后呢 这个国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他们当年所批评的 我们社会的很多现象 有的今天依然存在 有的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一样了 比如有的人还在嘲笑 今天中国科技怎么落后 比如有的人说 你看我们日本多先进 我们这回家一坐脚灯就亮了 拿这个来向中国人来炫耀 那这只会受到这个网民的一顿群殴 不懂中国很多情况是变化 还有的人说中国没有选票 谁说中国没有选票 中国到处是选票 中国民主的问题不是没有选票 而是选举过程中的程序问题 所以有些海外的人士 我们不管他的立场是善还是恶 就是他对中国的很多指责 今天已经远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 所以他们不能够得到 中国民众的支持和呼应 他不能到中国民众支持和呼应 相对的美国政府也就不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所以他们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会更加可怜 我们之前也采访过风聪德先生 当时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 在书中呢 他说怀疑您和当时的研究生沈彤 是党员 然后是中国政府安排在学生运动当中的内应 那您对此有什么想回应的吗 风聪德的这个说法呢 我已经看到好多年了 这是他好多年前的一个说法 这个风聪德呢 首先他的这个说法呢 是这个没有材料之称 也没有逻辑之称的 是一个自己的这个猜测 那么事实上呢 我倒是觉得风聪德本人 他是有严重问题的 因为这个我记得很清楚 就在风聪德当选这个 第一次当选这个筹委会 这个领导的时候 这个委员之一的时候 他在那个北大的五四操场上讲话 他竟然讲什么呢 他竟然说 北大终于有我说话的地方了 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研究生啊 我觉得一个研究生 怎么说出这样疯疯癫癫的话来啊 为什么这心理压抑了许久 那么风聪德在我们的这个判断中呢 第一他很有激情 第二呢 他是可能是最不理性的一个同学 就是这个说话颠三道四的 所以他这个一身一鬼 颠三道四是这个 大家对他的一个共识 是一个普遍的判断 另外他那个文章里讲的很多事情呢 都是没有依据的 比如他说这个八九年之后 还成立了一个中国什么什么什么党 我也是参与这个党筹备的人员之一 还举了一堆人的名字 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那些人跟我都毫无关系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是自己走投无路之后啊 给自己的这个偏激路线啊 找的一个借口 而事实上我是在运动的当时 我就听说方从德等人啊 已经跟美国政府 美国使馆有密切往来 甚至其中有的人已经拿了美国的护照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在学生运动方向上的一个本质性的分歧 我是绝不认同 绝不赞同 学生领袖可以跟外国势力啊 有这样的来往 有这样的联系的 他们当时竟然都已经有美国护照了 对 那当时都有谁办了这个护照 您是怎么 是他们告诉您的 还是您怎么知道的 而有没有人向您说 要您也办一个美国护照呢 这个具体到谁有呢 我不掌握啊 因为我今天说这个事呢 显得比较理性 其实我一路成长得到了 我也是比较单纯的这个一个人 是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 我是这么看的 就是人呢 可以明哲保身 你明哲保身 你就不参与这个运动吧 是吧 在任何运动中都有逍遥派嘛 比如说文革中有逍遥派 是吧 不参加这左派 也不参加右派 你当逍遥派可以 但是你要干什么事 你要真诚的干 比如你参加学生运动 就要不怕危险 就要爱国 你当学生领袖 你就应该走在前面 我是这个态度 如果你不这样做 那你可以回去念书去 你可以去玩 就可以谈恋爱去 那么有一天 我在这个筹委会里 看见两个 我们那个负责宣传的同学 本科生在那里有印东西 他们看我来了 他们就说那个老孔 说你拿护照了吗 我就挺奇怪的 我说什么护照 他说他们谁谁谁 就是说封聪德他们 柴玲他们 都拿了美国护照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一听就特别愤怒 我的愤怒可不是说 嫉妒人家 因为我从来就不认为 去美国是什么好事 因为我觉得 我的土地在中国 我在中国好好学习 好好建设国家 我们那时候想到 实现丝化 丝化在我手里实现 这是最幸福的事 我从来就没有想到 什么烤托福 烤这烤那烤到美国 给人刷牌 从来没想过这种事 但是我这种事挺生气的 然后我再一问 他们就不都说了 然后后来在这个 接触的时候 我跟沈彤 王石英我都说过这件事 我说这个中国的民主事业 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来努力 绝不能跟外国人发生关系 我有这个判断的 还有一个依据 就是当时我接触了 好多外国记者 我接触了很多外国记者 我是比较早的认识到 这个境外这些记者 不是客观 不是中立的 我不能断定这些记者 是不是都是特务 但我估计里边有特务 第一 他们对我的采访 不是原原本本报道的 是经过这个创改的 天之家业的 投梁换柱的 这个是我就不满 有香港的 美国的 日本的 第二个呢 这些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呢 对我有诱导 他总是诱导我说呢 共产党不好 诱导我说美国好 别人问我 你想你喜不希望到美国去过上真正的什么民主自由的生活 我就我当时觉得这特别扯啊 我觉得这 而且我也觉得这记者特幼稚啊 但我当时想的不是很清楚 联系这些事呢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啊 非常复杂的 就是政府说的话呢 不是全无道理 政府说话的方式我不喜欢 就是说说的很强势 我不喜欢政府那种说话方式 但是政府说呢 就是这个事情很复杂 背后有某些势力挑拨 这个是真的 但是可能政府那种说的方式 不能被同学们所接受 那我们当时也看到 有很多人 像学生当时提供了各种援助 对 那当时就您作为一个学生领袖 那时候接触到的 您看到都有什么援助品 而且这些援助品来源在哪呢 应该说从当时的物质水平来说呢 援助还是很多的 我觉得这个援助呢 应该说来自三个方面吧 一个是普通老百姓自发的零星援助 一个是社会各机构团体单位的 有组织的援助 再一个就是来自境外的援助 这些援助呢 大概分这么几种吧 比如首先是这个食品饮料 因为很多学生在那聚集着 成天在这里活动着 游行着 后来还是那个绝食 发展绝食 那么这个食品饮料是很大的一块 这食品饮料有的是那些个体户送来的 也有的是游组织送来的 再一块就是文化宣传用品 从纸笔啊 到那个打印机啊 复印机啊 对讲机 我们那个时候的学生都是在那个电影里边看过这种对讲机 相当于今天最相机先进的手机了 很羡慕的 这个有一些这个学生领袖就有这个对讲机 我记得我在有一次游行的时候 我们有那个纠察队长啊 我们那个纠察队长手里就拿着这个对讲机啊 他还给我使了一会儿还跟别人这个对讲过啊 还有一些这种帐篷 帐篷它分好多那个档次 有非常高级的这个帐篷 我刚才说的这种各种食品饮料里边呢 也有我们普通超市上的商店里的 个体户卖的 也有一些比较高档的 比如说像可乐这样的这个饮用品 有国内的 也有境外来的 具体的 怎么说呢 具体的这个援助啊 我觉得是很难统计 很难统计清楚的 特别是来自境外的这个援助 特别来自境外的援助 反正包括了人的衣食住行 到政治活动所需要的一切 可以说应有尽有 甚至到了后期有点过剩了 那后期呢 我虽然不担任这一线的这个领导工作 但是我到广场上去 我看广场上经常堆移着很多那个捐助品 在那里这个风吹日晒着 比如说那个T恤山 比如说那个面包汽水什么的 在那里很多 比较混乱吧 应该说这些捐助是比较混乱的 具体的钱呢 我们是没有见过这个钱 但是 只要据后来的这个调查 就是很多学生领袖得到了这个钱 那可能是通过个别的私人渠道 个人渠道获得的 那我们看到柴玲女士曾经在采访中提到 说要推翻一个没有人性的政府 您认为这个与学生运动初衷当时要求的民主自由 这是不是一个相悖的提法 是不是违背了学生运动的初衷呢 就这场运动从它开始的初衷来看 它没有针对这个共产党执政这个问题 也没有针对政府 根本不是要推翻政府 也没有说政府这个没有人性 因为大家一开始是针对这个民主程度的大和小 大家要求它是扩大民主 而且你不能说民主是资产积极的 社会主义不要民主吗 非是资本主义才有民主吗 大家要的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 而这个民主其实很类似于过去文革中的 我们说的那个四大自由 大明大放大自暴大辩论 而事实上同学就用自己的努力做到了 学校里贴满了大自暴 什么话题都可以说 这不就是已经是这个实现了四大自由吗 学生要求的是政府肯定我们这个四大自由 你要肯定我们贴大自暴是合法的 你别事后说我们这是不合法的 他就收拾我们 学生怕的是这个 没有说对针对政府要推翻他的这样一种试图 特别是我参与组织的四二期大游行 就是为了防止 有人往这个歪路上引导 我们还特意打出了拥护共产党的这个横幅 当然有些学生领袖不同意这样做 我们内部意见是不一致的 但最后我们是这样做了 因为我为什么要同意组织这个四二期大游行呢 我的这个主张就是 我们必须在四二期大游行中打出支持共产党 拥护共产党这样的这个标语 然后要共产党肯定我们这个学生运动是爱国的 是合法的 而且在这个目的在四二期游行那天完整的达到了 所以说那是一个胜利的游行 是可以实现一个和谐的转折的这样一个游行 那么后来柴玲等人 他们把这个学生运动引向流血的结局 有他个人的想法 还有呢 这个运动后期方向变化了的问题 因为这个后期这个绝食啊 在广场上这个绝食 它就变质了 一开始的绝食应该说同学们是很纯洁的 很真挚的 到了后期 它已经超过了这个人绝食的这个生理限度了 所以后期的绝食呢变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僵持 这边呢 它就是每天这个媒体上不断的渲染 有学生晕过去了 来了救护车拉走了 在国际上就造成一种印象 就是共产党政府是没有人性的 你看学生绝食都不管嘛 而这个结局呢 其实恰好迎合了柴玲等学生领袖的期待 他们希望用这个流血 来使自己成为国际人权的名人 所以我当时呢 我就是对这种现象 我是比较愤怒的 我在有一次 我在大概是五月几号 五月几号的有一次游行中 还有后来的广场上我就说了 不能拿同学的鲜血 去换来自己的绿卡 我觉得我这个话说得非常尖刻了 已经说得非常尖锐了 但是呢 历史不以我的意志为软意 情况就是这样 有的有很多同学死了 有的同学成了国际名人 拿到了美国绿卡 我觉得这是历史的非常荒谬的一面 您当时说到了绝食 没有撤出 坚持绝食 那您觉得学生向着对 对着政府绝食 这是一种什么含义呢 一开始是有清楚含义的 一开始呢 我不是说我组织了这个对话团吗 这个对话团本来还可以建设性的继续发展下去 政府也愿意打开这个门继续跟学生对话 但是呢 有一些学生领袖呢 就说政府不真诚 学生这面呢 拒绝了跟政府继续对话 要求这个政府呢 答应学生方面提出的所有的条件 我们知道在任何政治谈判中呢 没有一方可以完全答应对方所有条件的 是吧 就是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还是其他的这个战争都没有这样做的 那么完全拒绝这个对话 等于是要把事情向更大的方向去挑动 那么一开始学生认为呢 要求政府答应我们的条件 不答应就绝食 他还有一个明确的这样一个目标 等绝食过了几天之后 就没人提这个事了 就政府不论怎么做 都是不对的 我们就在这绝食没完了没了了 最后变成一个没完没了的绝食 没有目的 那给人的目的是 是不是非得共产党下台 你才不绝食啊 所以后来这个绝食呢 事实上已经不能得到同学的支持了 真正绝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实际上绝食变成了一种 在帐篷里面吃点喝点 然后到外边来坐一会儿 表示绝食 变成了表示 当然表示绝食我们也说也可以 但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就目的不清楚了 就会变成怎么说 变质的一种绝食表演 使那些真正绝食的同学呢 人家吃了亏了 一开始真有同学绝食几天 不吃不喝昏过去的 这是有的 那他们不吃亏了吗 对我们在那场采访中还看到 柴玲女士说 只有血流成河时 全中国人民才会擦亮眼睛 那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她 她的这个话 就学生运动从游行到绝食 到要推翻政府 到最后追求的血流成河 那这个天安门广场的这个流血事件 是否是早有预谋的 或者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呢 如果说精心设计可能过分了 它未必是历史谁也控制不了 不可能是精心设计的 但是如果说它是有预谋的 有引导的 这是合情合理的 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 分明感到有几股不同的力量 都希望这个事情搞砸 不希望学生和政府 真正进行和平推化 我们就发现 不论是政府还是学生 还是境外 总有那么一部分人 他们联合起来 不希望对话顺利进行 就好像一家人闹了矛盾 本来刚开始和解的时候 就有很多力量不希望和解 给你们破坏掉 一定要让你们骨肉残杀 所以这个 当然你刚才对我的提问中说 这个血流成河 这是美国之音的渲染 确实有这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流血事件 但没有血流成河 当然我认为 以我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来看 死一个人也是遗憾的 死一个人也是不应该的 那除了柴林提到过流血 您认识的其他的学生领袖 之前就是你们在私下的交流当中 有过这种设想或者这种建议吗 我记得这个王丹也有这样的意思 我前面说过王丹是比较理性的一个人 但是他也是用理性的方式认为 必须要流血 必须要尖锐对立 也就是必须这个矛盾要激烈化 最后要破裂 那么柴林这种说法呢 可能是更多的是感性的 更多感性的 那么王丹也这样说呢 联系起来我就觉得 是不是背后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就是要使学生运动走上 跟政府势不两立 要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这个程度 逼到悬崖边上 最后暴力解决 那么暴力解决对谁有好处呢 那个已经有的这个民主成果 都会付诸中流 这是我当时的判断 所以我不同意他们说的这个 如果不流血 我们怎么办这样的一个逻辑 比如王丹就说 如果不流血 我们怎么办呢 那么我就问 我们是谁 你说的这个我们是谁 这个我们就是 我们一小撮学生领袖吗 你们把自己的利益 孤立于整个学生之外吗 你没有看到 每次游行在那里呐喊奔走的是 广大普通同学吗 每一次这个手挽手 去冲击警察人墙的 是普通的同学 是那些一年级 二年级的本科生 你们作为高年级同学 作为研究生 在后面策划指挥 他成天想的是自己个人的利益 我觉得与良心不合 我觉得与良心不合 这个历史上的哪一个政党 也不会去这样 把自己和自己 和拥护自己的群众的利益 这么切割开来的 抱着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 从本质上说 一个是个人的不成熟 另外很可能有其他势力 在背后左右 他们可能是人家的工具 那孔先生我们知道 在6月4号之前 包括您在内的许多学生领袖 提出过要大家撤出广场 但是呢 柴玲这些学生领袖 鼓动大家继续留下 您觉得这种冲突 然后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我觉得这就是到了运动后期啊 它已经不是学生内部的一个 内部矛盾了 就是学生内部的意见分歧 策略分歧 变成了两种对学生 对这个学生运动导向的 政治力量之间的对决 其实学生运动中呢 他一直有这个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稳健一点 有的主张激进一点 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可能也今天和明天不一样 根据形势变化嘛 我觉得今天应该激进一点 明天应该稳健一点 这都是正常的 但是我们发现 有一股力量是一直主张激进 希望造成流血 并且他会污蔑别的力量 使政府派来的卧底 那么他们这么极端 那说明他们这个 有一个坚定不移的意志 其实这个学生本身是很松散的 没有那样一个统一的纪律性的约束 就在这个进入绝食之后不久 像我和其他一些同学 我们认为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就是我们认为政府做的不对的地方 我们已经给他揭露了 指出了 政府在一定程度上 也同意跟我们对话了 我们下面需要的是通过对话 继续跟政府沟通 希望政府改掉那些还不民主的地方 我们的愿望是这样 可是另外有一种力量 不断破坏这个对话 政府说什么都不行 就是一定要把政府逼到悬崖边上 我要给你推下去摔死 逼迫这个政府像一头狮子一样醒来 这个力量是绝对存在的 此前我有多次都希望同学们退出 通过写大字报的方式 通过我自己去讲演的方式 最好的一次机会是5月15号 因为5月15号当时是戈尔巴乔夫访华 我当时在广场上说 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因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呢 政府要在广场上接见外宾 就是咱们政府家里办大事嘛 办一个盛典嘛 咱们学生要是知书达理 我们理解政府 我们特别高姿态 因为你要接见客人 我们把政府让出来 把广场让出来 让你铺上红地毯 让戈尔巴乔夫从这走过 这不挺好吗 双方对我面子 而且学生是一种高姿态 是我们让给政府了 然后咱们回到学校里 去继续斗争 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 而且很多其他同学 也都赞成 我记得好像 王丹也是赞成的 但是呢 就是每次在我们 已经说服了 大多数同学的情况下 这个柴玲等人 又靠哭天抹泪 又靠生死历劫的 痛说痛臣 就好像如果要撤退了 我们这次运动就完了 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一样 用那种悲情的演说 有那种决绝的态度 又把人挽留住了 其实呢 从效果上说呢 学生运动到了五月下旬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虽然他们强力挽留 同学在广场 而大部分同学 已经实质上回到了学校 广场上表面上 看人很多 基本上都不是北京的大学生 北京大学生都在校内的 到五月下旬也特别热了 广场上主要是 外地来的游客 和一部分外地来的大学生 他们在北京学校里没有同学 找不着宿舍住的 在北京有同学的 都在北京大学的 北京的各个学校里的宿舍 住下来了 有吃有喝了 有各种援助 所以广场上越来越乱 但是呢 他就有一些核心成员 坚持在那些帐篷里边 始终保持着广场 这个混乱的局面 我们看看今天 就是发生在乌克兰 发生在东欧一些国家的 这个所谓和平演变 他的那些前奏 都是有人挑拨 民众和政府之间的 这个矛盾 制造一些流血事件 然后激起大规模的 这个冲突 那回到八九年 这件事情上 在六月三号之前 那一天到两天的时间内 我们就发现 有不明真相的人 去打解放军 激起这个 居民之间的这个冲突 那像我这样 受过历史教育的人 一看很清楚嘛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看见那个 像平原游戏队这样的电影 那个八卓军向鬼子开起枪 然后向汉奸开起枪 八卓军就撤了 然后鬼子和汉奸打起来了 这是军事上常用的一个技巧 军事上常用的 其实一开始挑起矛盾的 都是不明真相的人 那么打完就闪人的人 什么人 一定就是特殊政治背景的人 他们就希望这边激怒学生 那边激怒解放军 这边把学生打了 那边把枪抢了 这样就造成一个流血的 这样一个绝好的借口 而我们的那些解放军战士呢 他们多少天在这个车里边憋着 也没有得到外面有效的这个信息 学生这边也只是得到单方面的信息 都是这个亲美的这个宣传 所以最后的这个悲剧可能是这样发生的 那您作为这次事件曾经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您如何评价当年的这个事情 我认为当年这个事情啊 就像我们评价以往的一些像文革啊 这项大的运动一样 它应该分阶段评价 这个运动在开始的时候 应该说是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 爱国民主运动 就是广大这个运动的参加者 以学生为主体的参加者 他是爱国的爱党的用户社会主义的 要求社会主义改掉 在改革过程中的这个腐败的这个弊端 要求扩大民主 我认为他整个这个主流是好的 但是中间呢 由于这个敌对势力的阴险 由于我们政府处理不当 包括这个情况信息掌握的不准确 造成整个的误判 再加上学生的这个幼稚 它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呢 仍然不能改变这个运动总体性质 只能说是被境内外的敌对势力加以利用 孔先生您刚才提到说 这次学生事件中 学生是被人利用了 那您认为学生领袖有没有被人利用 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借此 谋取什么私利呢 那肯定是这样 就是学生被利用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学生领袖达成的 这个利用呢是早期具有这个社会上 种种的这个不健康的思潮在引导这个学生 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呢 有很多有影响的学生领袖 这领袖觉得自己是有独立思考的 可是领袖自己呢 由于学习程度有深有浅 可能有的已经被人家洗脑了 有的是被人家用利益收买了 他们再来影响这个学生 比如说这个去绝食的这个问题 我在北大广播站听那些绝食的志愿者 在那里慷慨激昂的宣誓 我也很感动 我觉得这些同学没有问题 他们就是真的一枪爱国的 不怕自己爱饿 说我饿死了也行 只要国家能民主 我就饿死 但我听了很感动的 所以我觉得更痛恨那些 利用学生的这个势力 那么我们只能说 怎么说呢 提高自己的这个素质 提高自己的这个政治素养 少被人利用 特别是要 就是在学生中有影响的这些人 你觉得你说话别人听的人 更要自信 你自己是不是被一些势力所利用了 我也想劝一下 这个所谓的敌对势力 这个敌对势力呢 他老想把中国搞乱 希望中国各阶层越来越风格越好 他恨不能所有的阶级都打起来 学生跟政府打起来 他是最高兴的了 但是我想真心的说一句 把中国搞乱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比如说美国 比如说欧洲 你今天大部分的日用品 都是中国人民生产的 而且中国这个和平的发展 其实是对他们带来了最大的红利 你真把中国搞乱了 有一天把共产党搞垮了 中国四分五裂或者军阀混战了 你美国的日子 欧洲的日子 能像今天过得这么安逸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所谓敌对势力 是不是也经常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且今天中国人民越来越觉醒了 我们是要爱国的 是要建设中国民主事业的 但是你用这样一种方式 把中国搞乱的方式 中国人民越来越不接受了 特别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后 中国人打破了美国梦 现在中国要建设中国梦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也好 还有我们还在海外活动的这些民运人士也好 应该在新世纪新的历史平台下 去思考以后人类发展的道路问题 我们要承认 不论中国和美国 都还有很严重的人权问题 社会发展问题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大家坐到一张桌子上 心平气和的去探讨 而不是去搞阴谋轨迹 当然我这样说了可能还是白说 但是我们知识分子就这样吧 白说也要说 是一个年轻的石头 是一个要送情把 你背双这些球 能想让人触练 对 优优独播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